萬古城 新早 我聽不懂 從哪裡來 中國 你是華人嗎 越南華人 你在這裏多久了 我是第二代 父母第一代 這裏都是華人修建的嗎 以前是華人街 現在不是了 現在完全都差不多是越南人了 基本上都是越南了 我看外面那條街 都是中文的那個招牌 中文招牌 不比以前多 以前才多 就是外面的中文的招牌 一般都是華人開的店嗎 對對對 這裡我感覺像是唐岩街一樣 好多那個都是中文的招牌 二十多年前就是 現在都不大事了 現在因為越南人住多了 以前二十多年前 這裡都是中國華人住的 現在有很多越南人就住進來了 對對對 你從那個省 廣西 你知道嗎 東東 你們以前是從中國哪個省來的 山頭 廣東山頭 我知道 我知道 剛才我們在外面有一家 那個叫什麼 什麼井的牛肉丸的 我一吃 我就知道是山頭那邊的了 對對對 很有名的 那個牛肉丸 牛肉粉 是不是飄計 他的招牌是飄計 是潮州人開的嗎 不是 在哪裏 你說是不是 不 這裡還要再往上面一點 很多人在那裏吃 好像叫井雞還是什麽 有個井字的 井雞啊 井雞就是飄計 飄 飄 哦 那個沒有看過 但是我吃那家很多人在那裏吃 對對 飄計可能也不是 飄計要2點鐘 才開檔 中午2點才開檔啊 是啊現在只有12點多 中午2點那吃飯時間都過了 怎麽才開檔 吃飯時間都過了 他還是開檔 開檔就賣到晚上11點多 哦 他就是每天中午2點才開檔 然後賣到晚上11點多 對 12點也說不定 哦 旁邊有一個那個 從政學校那個是華人學校吧 從政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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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只有華人在這裏讀嗎 對對 哦 他們是我的朋友 他是對他是越南人 他會說中文 他是菲律賓的 啊 對 這裡是不是現在正在重新修上 那我剛才看外面那裏寫的是重新修上 好像到11月初才完完工是吧 修上了嗎 就是維修啊 維修沒有了 維修好了 好了 2009當年維修了 哦 那2009維修到2013 現在都完成了 落成很久了 2013就落成坑 落落成到現在了 哦 剛才我看外面好像寫的是2009還是2019啊 11月初進宮 他說維修 你來越南玩啊 我姐來越南上班 來越南玩 我又不會說越南語怎麼上班呢 你跟這位小姐是說說華語的 對 他他他學越南語 他學中文 他中文很好 他是沙巴那邊老街沙巴 來喝杯茶 喝杯 您啊 您多少歲了 貴姓您啊 我啊 我姓莫 今年今年31了 哦 有家庭了沒有 沒有 三十一歲還 還很年輕 還很年輕 都三十五十 三十五十五十歲以上就要立家庭了 要不然太久了也不好 你喝吧 我媽有這個水 你喝喝 好 我們都吃了 我跟國內的我跟國內的 我跟國內的 有有有 你是天天都在這裡是吧 嗯 長植 哦 旁邊那個學校是只有華人才可以進去讀嗎 完全是越南人啊 現在的學校完全 全部都是國內的 都是越南人 國內的越南人開辦的 開辦的 所以國家管理 嗯 那麼所學的都是他的自己 越南啊 越南文字 嗯 有華人中心都少人讀 有有教中文嗎 旁邊那所學校 沒有 不教中文 沒有中文在裡面啊 有英文啊 哦 我也 中文學校就是華 華人華文中心 嗯 少人讀啊 因為華 華文字難寫啊 他是方塊最難學又難記又難 是 現在他們學的是繁體還是簡體啊 簡體繁體兩樣都學 兩樣都要學啊 那那真的是太那個 都沒有 學繁體都很難了 然後還要再學簡體 簡體不錯 我沒有學過繁體 但是我我學簡體 我看繁體字很多都看得懂 懂懂 那那你們的後代現在你們的小孩子 現在會說中文嗎 都不會 會很少 會很少 因為進學校 首先要進學校就是要學他的業文 哦 那你可以教他 年老的怎麼教 教教 我看 教到他不成功的時候 我都 我都要倒下去了 哦 不會的 他 教他學中文 然後他又會樂文 會多一門語言好一點 可以去中國玩 去中國工作都可以啊 是吧 父母就教 教孩子教不成的啊 工業都不成的 他要給別人教才成 嗯 而且我有很多病痛都沒有 沒有解決 哦 都沒有教 嗯 我看呢 教不到一半 我看 那那現在 這這附近呢 大部分華人的小孩都不會說中文哦 當然不會啊 他進學校就是 學業文 聽的都是越南話 講的都是越南話 嗯 所以 回到家裡又跟父母講越南話 哦 那這樣真是可惜了 本來可以會兩門語言的 你回家裡可以說中文去學校 又說說越南話就可以了 我現在沒有那麼難幹啊 嗯 要他講 要他講兩樣的話 他講不來 嗯 他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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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